梁静如迫于压力又重新关注张韶涵,不是站好对力挺范韦琪了吗? 娱乐圈里风波此起彼伏,我尤为敬佩的海树张韶涵与范韦琪这对昔日姐妹,放下是非,今天带大家客观低,敲黑板话重点低看看他们的恩怨是。 话说其实追溯到最早,张韶涵与范韦琪其实算是同门,张韶涵和范韦琪同属福茂唱片公司,从辈本上来说,范韦琪是张韶涵的世界,然而娱乐圈本身就没有什么先来后到,不是你先入行就会先窜红,张韶涵就是这个例子。 015年张韶涵韶涵19岁被发掘,虽然歌手身份没有大红,影视剧却带火了这个大眼睛的小女孩,从02年MVP情人语言行书和陈乔恩等合作,出演了几岁稿中的篮球队《团魂》,就打开了她独特的偶像之路。 到之后的海豚班变人中合作许少阳、霍建华、林维军、温兆伦等人,小瓶盖一脚更是万千少男少女的青春。 来感受下当年这苏炸的三人恋情和霍建华大气一吻。 影视作品的走红让更多人认识了张韶涵,04年她推出了第一张专辑《Over the Rainbow》,这张专辑中的遗失的美好等至今都是KTV必变金曲。 感受一下这扑面而来的青春,而后的二级欧若拉更是不得了,堪称首首经典。 而范韦琪,零年推出首张专辑《范范的世界》入为第十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后的几张专辑虽成绩不俗,但是始终多少有些不上不下。 05年,张韶涵与范韦琪合作了一首《如果的事》真正开启了姐妹情之路。 然而08年张韶涵却出世了,首先是在出国养病的后,与母亲陷入纷争,母亲更是指使张韶涵不顾自己等,条条罪状,之后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张韶涵的一系列负面新闻,不得不说真的是让她在那个时候翻不了神。 然而张韶涵与范韦琪之前的纷争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,首先是出了范韦琪抢的张韶涵代言,拒绝回应张韶涵的事情并称不相干的人等等。 当然后面也有侧面澄清这些恩怨,这其中是识非非谁对谁错咱们不予评价。 其实到这里大概都感觉是百八十年前的故事了,早就该相望于江湖了吧。 可是好巧不巧,两个人又双弱拙,同出现在一个棕影里,于是乎在采访里大概大家也能看懂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了。 一次采访中范韦琪被问到为何以大白形象出场时,他说自己选择这个造型是为了两个儿子。 而张韶涵在采访中当被问到打死也不会是的造型是什么? 他的回答是,大白的那个吧,打死都不会是,何必呢? 这期间,两人多次当地热搜,张韶涵也发泊回应,任何言论都没人对谁。 而这之后的微博之战大概就是隔三差五要吃个瓜吧。 比如黑白事件啊,范韦琪微博回复粉丝负评啊等等。 之后网友称被梁静如拉黑,随后梁静如删除该条微博并拉黑部分粉丝,并取关了张韶涵。 而后凌晨梁静如又发过力听范韦琪,称,捍卫自己的好朋友就是自己的表现,一起过的生活只有自己和好友互相了解,也不需要别人理解。 我想,不管最后二人能不能相望于江湖,对于广大各家粉丝来说,希望的还是自家爱都发展更好,有更好的音乐,影视作品回馈,才能让粉丝犯得开心,犯得舒心。 不过不管怎么说,从日常梁静如与范韦琪的各种互动来看,这对姐妹也不像是塑料姐妹情。 范韦琪曾坦延伸完孩子的她陷入低潮,使梁静如带她走出迷茫。 然而更是万万没想到正当瓜友吃得开心,吃得高兴,键盘侠忙着声讨当时候。 戏剧性的萤幕出现了,截止我发文,梁静如又重新关注了张韶韩。 曲观又关注,这一波操作真是看不懂了。你们觉得这是因为梁静如迫于压力才重新关注的吗?你们怎么看呢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